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週五的早上,自由杯繼續開球 C組中彼美拉斯將面對玻利亞爾 兩隊分組賽戰績困為四勝一虎 而且目前他們已經雙雙出線 雙方今次隔量和味滲龍 彼美拉斯是上季巴格的冠軍 今季他們在聯賽仍保持著不續的競爭力 如果不是最近在巴格連續失利 他們依然能拗緊領跑的寶地花糕 自由杯中作為巴格豪門的彼美拉斯 近年展現出強勁的鋒網 抵運深厚的他們之前實現了自由杯連裝 不過上屆被巴勒納體育會淘汰後此步準決賽 遺憾無緣三連觀 彼美拉斯陣中多位球員都擁有破門的能力 他們在聯賽中是攻擊力最強的球隊之一 拉菲爾維加等球員已經多次為球隊建功 在分組賽已經提前出線的情況下 近期聯賽遭遇打擊的彼美拉斯顯然會調整備戰重心 近鋒面對同樣提前出線的玻利亞爾 馬美拉斯守住和局已經足夠 玻利亞爾上季在春季聯賽奪冠 秋季聯賽都發揮不足 近季他們戰鬥力並未減弱太多 依然在聯賽排名前列 近況來看 玻利亞爾明顯比彼美拉斯更為出色 過去五場各項賽事 包括聯賽和自由班 玻利亞爾錄得4勝1和擊不敗戰績 期間坤長入球2個以上 足夠對巴格豪門形成威脅 不過玻利亞爾過往自由 杯戰績完全無法和彼美拉斯相比 上屆他們在外圍賽階段已經出局 連分組賽都進不入 如今既然已經早早出線 玻利亞爾金鋪面對硬骨頭彼美拉斯 保住和局並不失禮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頻道 分享給朋友觀看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Bye Bye